各位网友大家好 在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的朋友欢迎免费订阅、留言、like和share 最近开启钟仔等新片可以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话鼎鼎鼎鼎 我们先来讲讲新盘消息 行地旗下红杏必加坊三期Granish公布最新部署 林达文表示项目至今日为止累计收票420张 如果以头两张价单计84货 即超额认购大约4倍 但他说项目有机会再加推新的一批单位 部署在星期内上载销售安排 并且在下星期开售 如果以他这样讲就有点古怪 即今个星期六日就不会卖 而且收得420票超额认购4倍 如果以行地的销售技巧来说 首轮才4倍超额认购 我相信收票情况非常之差 另外还有一个注目大盘 就是长实旗下游堂东圆街项目的亲海站 他昨天公布最新销售的部署 发展商透露将本周上载首张价单 预料会提供132货 比较少见是发展商火柏 只要看示范单位 都可以获得等值50元港元的A-Point 郭子惟表示 考虑公布首批价单后 短期内再加推单位 行基的新盘Granage 收票收得差 是可以预计到的 因为价钱没有惊喜 就看看详实会不会得到 启示开个深水炸弹价出来 另外早前也提及 太古城车位提供折扣和回赠 减幅高达28-32% 吸引了资深投资者 中原创办人黄文燕 以及恒地执行董事 业刑之入市 黄文燕透过多间有限公司 最少买入14个车位 而且集中在第四期金电台的停车场 而每个车位售价 或许是1828,000元 总共斥资2559万 而恒地执行董事业刑之 亦透过两间有限公司 买入至少两个车位 总共斥资357万 或者叉叉开 讲一讲 黄文燕 他是地产界的传奇人物 他本身和施永青 一人拥有50%的中原股份 因为路线和管理的分歧 大家就决定 每人拿5%的股权出来 卖给管理层王伟雄 变相王伟雄的取态非常重要 而当时施永青买的无谓而至 这种管治手法 受到普遍中原的伙计欢迎 而王伟雄亦都倾向施永青 不过当大权在压 加上子女大了之后 就不再讲这套了 最后搞到黄文燕 就没有了话事权 就选择离开 就保留45%股份 如果我没记错 他当初出来搞了一间叫长安地产 施永青都是股东之一 后来又搞一间移居 我相信王伟雄是心心不粉 为了这件事 他们是不战了很久 事后看回施永青是做得成功 反而王伟雄的移居 现在剩下两三间分行 集中在太古城打等 施永青曾提议将中原上市集资 但王伟雄一直反对 可能看到美联上市之后 合伙创办人的处境 另一单旧楼重建项目 就是恒地和太古地产收购合作发展 质如冲英皇道和奔海街一系列旧楼 最新获得土地審裁处 攀出强帕零 强帕底价达63.1亿 是香港有历史以来最大单的强帕个案 其实太古在这区搞收购已经搞了二十多年 但恒地又找田生 在这区同时搞收购抢食 所以无办法只可以合作 根据早前欧与署的资料 这个项目已经获得批准 兴建两栋28层高的商住大厦 住宅楼面大约有368000平方尺 而商业楼面部分只有72000平方尺 这个项目早前曾经向承规会申请发展商下 但遭到拒绝 之后才转带改做住宅发展 其实这个位置属于太古王国 但要面对两个问题 如果建商下的话 其实现在太古王的空置率很高 如果按现在的批绩起住宅 又是很头恨 因为周围都是玻璃幕墙 而且是旧楼临临 另外市场有消息 英皇集团卖出了 沙基湾城安街18号 港岛东十八基座商场 物业涉及地面积5530平方尺 以及一楼面积4909平方尺 总共加码10439平方尺 最初放3亿 但最近降价到2.388万 最新成交1.8亿 租户包括阿信屋 租了地下部份以及一楼 另外有惠康、姓安拿饼店、便利店、发型屋 每个租金大约57万 意味着新买家享有3.8厘的租金回报 另外新一期居屋在7月31日已开始接受申请 截止日期到8月14日 预计今年的第四季便会缴珠 而明年的第一季便会开始选楼 值得注意的是入伙日期 会由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 实际面积由278尺到518尺 售价由149万 到最贵是494万 有网友问我究竟值不值得申请 我认为一手居屋不怕买 如果是入息合资格 就207元给他洗 抽到才算 而且网上申请是非常方便 只要一日未取消白居 一手居屋仍然大把前途 另外最近地产代理就开始大方向 说租务好旺 而且市场已连续25个月租旺买 有代理说做租做到没停手 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租往外买卖是一个正常不过的事情 他们就把一个合理不过的东西说到很夸张 无非是想叫别人去买楼投资收租 因为早前硬踢不行 现在就用远推 8000元租 10000元租 12000元租 但你买楼 怎样都动手几百万 有什么道理说租不会多过买 况且7月是一个传统租务旺季 大家想想 如果小孩要回新学校 都是7月租8月半 国内的学生都是一样 都是7月租8月半 9月上学 所以在8月的下旬 又会多一批单位 就刺了出来 因为那些人搬走 虽然我知道 过去几个月的租金都有上升 除了专财人财之外 其实是疫情三年之后的第一个复偿的暑假 而且应该批多了国内的学生来来香港的大学 如果有人要结婚 然后决心不买楼 当然要租屋 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上个月租务 为什么会这么旺 是结合了很多特殊因素 如果对这一行稍微有认识的人 都知道租务旺季是不会持续 租务是不是旺得这么夸张 是要看完9月才见到真章 再来我们讲讲二手的涉案 第一间是天水为嘉湖山庄 景湖居14座高层A室 635尺买了590万 业主2020年用了650万 买入次货三年 账面亏了60万等于9% 第二间是大埔太湖花园 有间五座中层置室 355尺买了500万 业主2018年用了560万 买入次货五年 账面亏了60万超过一成 第三间又是大埔白石角朗图 有间8A座低层D766尺买了938万 业主2019年用了976万4千元 买入次货四年 账面亏了38万4 数到第四间是日出康城C2Sky 有间一座中层F466尺买了723万 大约15500万 业主2020年用了745万 买入次货三年 账面亏了22万 第五间又是C2Sky 有间二座中层D711尺买了1168万 业主持货三年 账面亏了64万7 再来这间是大埔比华里三别墅 一旗景湖道 商号屋1606尺买了1428万 业主2018年经银主买入次货五年 账面亏了130万 数到第七间是沙田进景园 现在五座低层B594尺买了830万 业主2018年亦868万 买入次货五年 账面亏了38万 另一单名赞实事的个案 就是跑马地的几云峰 有间低层ASUS1509尺买了3000万 业主2012年用了2989万 买入次货11年 账面亏了11万 但如果扣回洗费 大概要亏了140万 今天就说到这里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 欢迎免费订阅留言 like 和share 至今开ett建议的厂